这个聋哑妹妹正在逃逆 因为后面跟着一个变态杀人的王 可前面出现了拦路 是一个被绑架的少女 静恩很慌张 变态已经近在咫尺 他带着少女躲到了柜子背后 两个人瑟瑟发抖 这样迟早会被发现 静恩将手机递给了少女 让他联系他哥哥 然后拿走毕手 义无反顾地冲了出去 他要引开变态 面对这样的挑戏 变态哪里能忍 静恩目的达成 把腿就好 变态紧随其后 静恩慌不择路 他冲上了大街 马路上穿流不息 静恩听不见神仪 他只能小心翼翼地躲避 可变态并没有放弃 他唯有继续扛命 那边的少女已经获救 但妈妈没发现静恩 他很着急 他要去就回你 这边 静恩已经逃到了闹市区 他向人群求救 可别人看不懂手语 全当他胡言乱语 静慕奸壮 凝翘着靠近 但一边突起 静恩掏出了鼻声 人群一阵躁动 静恩无声地控制 可惜是不关键 更可怕的是 金木大肆宣扬 静恩是他妹妹 脑袋有病 这样也 大家更是高高挂 静恩满脸绝望 他只能继续逃命 等金木追手 他已经找不到静恩人影 可忽然远处有人招手 是几个退伍的大兵 他们竟然扛着静恩 还丢给了金木 甚至拿走了他唯一的武器 几个人一脸疼 然后扬长而去 只剩下无头的静 他泪流满面的祈求金木 金木听完 一声长叹 作为变态 他最喜欢猎物求饶的环节 静恩被带到小巷 一连眼泪鼻涕 金木还在戏手 但圆兵已知 天降大兵 对着绑架妹妹的变态 大雄误法通关 实为前特种兵 打这种菜地 简直手到前 一看对面还反抗 大雄露 一个过肩胸 然后就递锁头 三两下 变态却陷入了昏迷 事情告一段落 金恩慌忙询问 他妹妹有读打 大雄扯着嗓门说 大家都没事 这成功惊醒了金木 风水轮流转 现在是他的表演 先照头一枚气管 然后就是一顿猛态 金恩捡起了一声 他想要帮忙 这成功吸引了金木 望着勇敢的金木 金木姐妹一笑 他有了新的计划 他要让金恩干扯分断 他要狩猎金恩的麻 妈妈远远的 就发现了变态 但他没有逃 变态狂喜 真是得来全国费功夫 妈妈泪流满面 他只想知道自己女儿下落 远处的金恩看到了这一幕 这让他目自欲裂 妈妈是他唯一的亲人 他撞过风 静止冲向了变态 心血低调 妈妈无声呐喊 金恩让妈妈憋过来 因为他痛白了 金木一脸得意 这么笨的人 他还是第一次见 可一边突起 金恩拔出了鼻子 原来他恐伤了自己 但这是他的计谋 既然口不能言 那便以身为耳 毕竟人们只相信自己眼睛 金木陷入包围 终日打电 竟被验诈 这让他恼羞成怒 和一声枪启 将他惊醒 这不是金恩期待的电影 他嘴角寒头 果然 面对金恩的嘲笑 变态失去理智 可现在哪里还能龙套放弃 金木小腿正在 金恩加大 金木彻底叮咚 警察也没有属手 金木被打成了筛子 他强撑最后一口气 他要保住自己的身体 可惜天恩又将大雄 金木满眼不服 直到武器掉落 他才死不瞑目 事情终于结束 金恩又变回了可爱的小白兔 他和大雄兄妹成为了好运 大雄也笨拙地开始学习手语 这傻小子什么心思 不知各位是否猜透 完了